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五月四号 就是五四 九十多年以前 五四给中国人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新思想 就是民主和科学 都是叫做哲先生和赛先生 那么九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我们追求民主和科学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觉得在这个过去的九十年里面 民主谈得多 科学谈得少 好像科学不是太重要 但我觉得不民主的原因都不科学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来发言 我想尊重的一个精神 就是一个科学精神 就是要讲道理 尊重事实 首先有事实 你认不认这个事实 还是认一个假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假话 尊重事实是第一个 其次呢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 来认识一个事情的真还是假 也没有道理 刚才我说了 我们没有得到民主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没有克服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看 看看中国的宪法 说了 中国的政体是 人民民主专政 这句话写在信法里头了 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啊 又是民主 又是专政 你到底是要民主是专政的啊 民主和专政是要切对立的 他把民主专政放在一起 前头加个人民 好像 叫人民就是好东西 喇叭是人民民主专政也是好东西 这六个字 人民民主专政 非常违背科学 又民主又专政 你到底想专政还是民主的啊 嗯啊 像这么一个不科学的话 居然写在宪法里面 而且 几十年 把这个字 用烂了 把中国老百姓啊 骗了几十年 没有科学精神啊 你怎么能把民主和专政放在一起呢 是吧 所以讲我们追求不到民主的原因 跟思想的不科学是有关系的 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个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思想啊 所以我今天讲的尊重的一个精神 就是要讲逻辑 讲推理 讲事实 这本书 在座里有几位都拿来放在桌子上了 这个书的名字就是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这本书里边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就是人民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 三个利益 人民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 来分析一下 这三个利益有什么相同的 有什么不同的 事实上 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是大概讲的比较多的 政府家的利益 我们的政府的领导人 都是政府家 他们的本身的利益 从来不讲的 他们本身有没有利益 他们本身的利益 非常非常的大 他们的利益 超过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这三个利益 我们要加以分析 它有一致的地方 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甚至于 还有矛盾的地方 有对立的地方 这个时候 我们是无从谁的利益呢 我就得要 无从人为的利益 老百姓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 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 它只有 它能保护人民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利益 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这个国家不能保护人民 那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处啊 最后的利益 落实在人 就是你我他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国家利益之所以重要 因为它能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所以国家利益很重要 日本人打进来了 我们老百姓就没有什么保护了 变了王国奴了 所以我们要保护国家 但是你看看香港的例子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那里的中国人是不是王国奴啊 那里的中国人不是王国奴 不像日本占领中国 中国人变得王国奴 一点保障都没有 之外 我猜你们没有在 日本占领区生活过 在日本占领区生活的老百姓是 没有人权保 说你抓就抓你 打你就打你 但是在香港的老百姓 中国人 他是有人权保 所以在 解放后 一直到 改革开放开始 不怕的有中国人 偷偷地到香港去 因为中国 没有保护 那个时候 改革以前了 所以很多人 撤不住到香港去 但是现在没有了 现在 到香港也很容易嘛 半个 这个 同行证就可以去了 这个说明 这个说明就是 完美性贪吃的心里很明白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 不是空空空空空的国家的理 我要是我本人的 安居乐业 我的生命财产有保护 我不会纯粹被抓 被打 被克服 因此 我们要纠正一个错误思想 就是把 国家利益放在前面 把人民利益放在后面 我觉得应该相反 人民利益应该是最重要的 国家利益是为 人民利益不互 这个思想 很难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 几千年的教育 老板是要为国家牺牲 但是 你的利益是无所谓的 你的性命也无所谓的 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道理也不是错 人家人当我们的时候 那就是国家最重要 但是 在不是外族入侵的情况下 我们对国家的利益就要加以分析 很多情况 所谓的国家利益 就是同志者的利益 所以几千年的教育 教育要忠君爱国 为国牺牲 为国牺牲 是使得其所 是最伟大 最了不起 一个人的奋斗 就是要为国牺牲 钓鱼岛的主权问题 日本人说是他们 我们说我们的 都有各个理由 但是 我觉得这个地方 不值得伤害两个国家的关系 因为这地方没有人 连人口都没有 更没有生产 更没有GDP 没有税收 我们可以跟他讨论 我们可以跟他讨论 也可以提出抗议 但是千万不要打仗 为了这个地方 打仗使人 那就太不值得了吧 但是有一些人 就愿意为钓鱼岛牺牲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不可思议的 我在网上就发了这个意见 有一个人回应我 他说 如果我的邻居 要帮我赶走 占住我的房子 我会跟他拼命 如果我的邻居 跟我争一块砖 我刚才说两句就算了 不值得跟他动武 这个话就对了 其实 我跟邻居 总会有各式各样的矛盾 是不是一定要动武 是不是一定要拼命 不值得吧 不值得吧 所以讲 钓鱼岛这件事 是什么事呢 是那些政治家 制造出来的矛盾 本来什么事也没有 中国和日本 做生意 旅游交流 好好的 哎 他忽然找出了一个题目 钓鱼岛是一个题目 我们把他小舍 无视声飞 小舍越大 叫大家去炒 炒得过来打起来 哎 这就是政治家的意见 这就是政治家 他不干这个时候 他干嘛 他做政治家 就没事干了 我觉得现在 我特别 关心这个事 我每天报纸翻开来看 周围可以看看 每天的报纸 都没有 有哪一条 跟老百姓的力 有关系 多数完全没有 但是百分之八九十 跟老百姓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矛盾 他首先 用几千年的教育 爱国 他不讲爱人民 他都讲爱国 哎 现在国家受损失了 咱们呢 跟他斗 我这个理论 我这个理论 对中国是这样 跟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人 你完全没有必要 去真正的钓鱼岛 我们中国也没有必要钓 都钓鱼岛 这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 我们是生活一小事变大 这样的例子 多得不得了 我们要改变这个 传统的教育的想法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我们不可让步的 但是国家的利益 我都考虑考虑 你能不能落实为 人民的利益 如果只是政治家 在而上前后 你都不利益 没有必要利益 我感觉 这个 改变这个思想很难 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爱国教育 中军爱国 中军 中皇帝 这个 因为 因为领导 他们代表的国家 所谓的爱国 实际上变得爱领导 为国牺牲 变得为领导牺牲 我们从来不想一想 到底我这个牺牲值不值啊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 变成一个 进入到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黄金慢慢没有了 这个人权 慢慢的高于主权 人权很简单 就是人的生命财产自由 不受侵犯 这个最重要 所以联合国有人权宣言 联合国把人权 看得比主权更重要 如果一个国家 你的政府 伤害你的人权 伤害你的百姓的人权 联合国可以来阻止你 可以阻止联合国军 到你这儿来 阻止你这种 伤害人权的事 这种说明 人权高于主权 主权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人权 你不能保护人权 你侵犯本国的老百姓的人权 这个政府 是要受联合国制裁 大家知道联合国有这个 人权理事会 以前叫人权委员会 现在把它提升了 跟安全理事会一样 是人权理事会 它是这个权力机构 不是论坛 论坛就是大家发表了票议论 权力机构是可以确定做事的 现在把人权 变成了理事会了 就因为 现在全世界的问题 这个 国内的人权问题 非常的显著 因为国际的政策问题 现在越来越少 现在你说 国家跟国家会打仗吗 那很少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 这种集会 跟过去比 过去国家和国家打仗 现在国家和国家 越来越不会打仗 所以 人权问题 变成更突出的问题 我觉得世界上的国家和两种 一种 是国家利益 比人民利益重要 还有一种是 人民利益 比国家利益重要 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哪个重要 有的人民利益重要 有的国家利益重要 世界上的国家 分成这两种 如果是人民利益更重要的 这个国家打不起仗来 因为你打仗 要老百姓上前线 要死人的 那谁愿意死人呢 是吧 因此 人民利益最重要的国家 打不起仗来 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方 那就有可能会打仗 让老百姓为国家牺牲去 当然 我这个说法 我自己知道 有很多毛病 具体问题怎么判断啊 但是我总觉得 我们有一个 总体的思想 就是一个国家利益 应该是不从人民的利益 这样一个国家 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叫老百姓为国牺牲 这个地方不是个正常的国家 当然 除非你的国家受到侵犯 外国人打进来了 而且 把你变成王国炉了 这个时候 国家利益重大 我们比较一下 日本人打中国 把中国人变成王国炉 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以后 把日本打卖了 美国占领了日本 但是没有让日本人变王国炉 日本人不但变王国炉 日本人不但变王国炉 他反而成为一个独裁政府 改变成为一个民主人 所以 日本人在美国的 统治之下 他很快起来了 他很快起来了 他是个战败国 他没过15年起来 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 除了美国 德国就是日本的 世界上 经济力量最强的 本来是日本二号 现在我们第二号 日本是三号国家 他比德国还厉害 当然他的人口比德国人口多了 所以讲 人民力才是最重要 美国占领日本 你没有理由反对美国 美国帮日本人站起来了 所以不是一个国家关系的冲突 而是对人民有好处 还是有坏处 大家知道二次大战结束 是1945年 结束之后 连下来的 国际形势有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苏伟对立 苏联和美国 对立 那么变成两大阵营 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 就发生了冷战 没有热战 没有开枪 但是是冷战 冷战就是 我说你的坏话 你说我的坏话 我派遣你 我跟你武器竞赛 从1945年冷战开始 一直到1992年 苏联法台 苏联法台之后 冷战结束 没了 冷战没了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所谓的冷战 就是政府家制造出来 美国的老百姓和苏联的老百姓 他无冤无仇干嘛要赚呀 啊 政府家想出了一堆理论 我是共产主义 你是资本主义 我要消灭你 其实我们百姓 我跟你无缘无缘 我干嘛要消灭你 对吧 我跟你要做生意 我们要旅游 我们要来往 我们要踢足球 看打篮球 要文化交流 这是我们的切身利益 呃 政府家 他有他的利益 他的利益 叫制造是断 本来 我再举一个例子 刚才我就讲这个冷战啊 战了45年到92年 战了50多年 完全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 苏联法材之后 美术对立的生命没了 烟消灵散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看政治家怎么无事生非 小世界大事 这个例子啊 是美国有一个护士 一个女的 她没有小孩 她想领一个小孩 俄罗斯呢 有很多孤儿 她就 鼓励外不能领养她的孤儿 这个美国女护士啊 就到海生威 在海生威的这个儿童玻璃院 她也领了一个六岁的男孩 回到美国去了 结果过了一年 这个护士发现这个男孩啊 神经里有毛病 她就不愿意养她 就又把这个男孩送回到俄罗斯去了 这件事 各有各的理吧 整个不说 但是 是一个很紧扑普通的事情 一个家庭的问题 但是两方面的政治家 抓住这个机会 大做起婚伤 这位俄罗斯的总统 那个时候 还不是普京了 谎了话 欺评美国 美国的国务卿 反批评 把一个家庭纠纷 变成国家问题 就叫做无事生非 小生面大 为什么 政治家在里头有利益啊 他们开了无数司机会 讨论这个 儿童收养的问题 这件事是 两年以前啊 最近 这件事很没了 最近苏联 不许美国人领养 俄罗斯的小孩 本来 很多美国人已经探访了 这个小孩 我挺喜欢 他也没有付过 我嘛 有些人不许 他们想问题啊 不是想着老百姓的利益 他们想的是国家的利益 我丢个面子了 我就不干 我就跟你干 我再举个例子 美国兵啊 美国兵啊 在重城岛 大家都知道 重城岛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有军事基地就有兵 美国兵 美国兵在重城岛 强奸了当街的妇女 这件事呢 这个美国兵女是这个不好的人 是吧 他犯了一个罪了 为了强奸罪 你判他刑就完了 哎 往这事便是两个国家的问题 所以说美国人强奸了一个人 哈哈 这事就到大去了 啊 本来是个普通 你日本人就没强奸 哎 当然不错 日本人全世界强奸啊 是最低的 这个很了不起啊 但是你还是有强奸啊 是吧 你说日本人强奸 就没事 跟美国人强奸 就变成国家的事情 就没事搞事 这样子干起来 这个都是 美国、日本、俄罗斯的问题 我那时候中国的事 往东的韶关 有一个很大的工厂 这工厂里头 用了一些维吾尔人 从新疆来 和好几千人的 到这个工厂打工 结果这个维吾尔的一个男青年啊 他是强奸的 还是怎么样 强奸的一个汉奴 汉奴妇女 结果这个 扫官的人就说 嘿 你们有维吾尔人 全世界强奸的汉奴人 我就打你了 本来是一个个人的案件 看似是维吾尔人 强奸的汉人 完了这个扫官的汉奴人 就打这个维吾尔人 当然 扫官汉人多 维吾尔人少 是吧 维吾尔人说 我在这受你欺负 我到新疆去看看 我们维吾尔人多 我就打你 结果新疆就 发生那个7134年 看着汉人就杀 死了好几百人啊 一个个别的形势 然后把它化解成一个 国家的冲突 民族的冲突 而且我最后说这个例子 就是说那个 发生了扫官的事 这个还不是政府的行为 政府没这么干 就是老百姓这么强问题 因为我们受了几千年的教育 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民众问题 国家问题 把真正的自己的利益 看得太轻了 像这些例子 我无非想说明一点 就是我们要关心的是 人民的利益 我们不要狐狸狐独 不如把小事变大 变成一个不可计的大问题 变成一个不可计的大问题 这个 政府家的利益 我们从来看不见 道路上从来不谈 但是我们想一想 政府家有它的利益 政府家的利益 是什么 继续是这样 当了总统 当了一届 还想当第二届 还想当第三届 领导人不肯下台 我看 我没当过领导人 我看他们的行为 可以说没有例外 谁都一样 中国外国日本美国 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 西里亚不一样 领导人就说 不肯下台 当然美国的总统 你不肯也不行了 你当了两届 第三届是让不了了 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况 有点像美国了 你给多干十年吧 干了十年你就下来 你干得好一好 干得坏一好你就下来 你看 这个是个宏大的进步 你看 朝鲜 那就是不下台 死了还传给儿子 那这样的例子 你一下 埃尼摩巴拉克 他就准备 他死了传给儿子 那个 薛利亚的 不是 利亚的 卡大菲 也是一样 传给儿子 人主要死的 他怎么办传给儿子 我不是 我就借你当领导 绝不会下台 这就是政治家的利益 这个当中的老民吧 他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是在所不信 你要反对我 对不起 我就把你干掉了 所谓一个颠覆国家 实际上是颠覆领导人 国家怎么颠覆得了啊 国家 好 你给我个 做个动作 你怎么颠覆国家 我打你一拳 领导人可以 我打你一拳 我把你打翻 我打死了 国家你怎么颠覆他 我们那个行政税里头 就有一条颠覆国家 这最荒谬了 国家是不可能颠覆的 领导人可能颠覆 我反对这个人 我主持有别人 反对他 写文章深追暴动 把他搞下台 这是有的 国家怎么颠覆得了呀 颠覆人民更不可能 人类已经被低沉 别还把他颠覆到哪去 啊 所谓政治家的利益 当然 一个好的政治家 他为老百姓 轻轻刻刻的抖涉 他不贪污 这个 这个 日积业的小问题 为老百姓做事 这样的政治家 我们也不会颠覆他 干嘛颠覆他啊 当然除非有一些 有野心的 我自己想当领导 我把他搞掉 这样的事也是有的 当然我们在路里 不会想这种事 但是政治家里头 就有可能 有个别人想把他搞掉 我来 这种事 这就是我们没有看过问题 要看清楚了 但是老百姓 不可能颠覆国家 老百姓可能颠覆一个领导 我不喜欢你 美国就是 我不喜欢我 我就选另外一个人 是吧 也是颠覆你嘛 他们有一个正常的法律手续 投票 这个四年投一次票 我们这样呢 从毛泽东的时候 开始到现在 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 在巴南中国下看 中国这个政治 比较的上轨道 从将军到胡锦涛 到习近平 没有流血 没有全国心的动乱 很平稳的过渡 习近平上台 跟胡锦涛上台 全国人民 没有什么意见 有个别意见 不能说完全没有 总体上很和平的 大家很认 虽然不是我们老百姓选的 是江泽民选的胡锦涛 胡锦涛选的习近平 他们几个人选的 但是老百姓基本上比较认 因为选择人 大家觉得还是可以的 还是 但是 你说理想不理想 难说 但是至少 还是人同的后 所以这样一个政治变化 跟过去 中国几千年的变化 看起来 就是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也就始终要想到 政府加油 他跟老百姓选一致的时候 这个国家很好 他跟老百姓选相对的时候 国家就转高了 世界上这样的事 很多很多的 我相信北朝鲜就是我的体验 这是我的看法 这里就讲这个 三个利益 人文利益 国家利益和政治家利益 我们要做一些科技的文系 我也要说明一下 今天这个发言 涉及到很多有争议的问题 我也不敢说我说的不对 我也欢迎大家 我们现在人不太多 大家可以 给我提问题 我欢迎大家提问题 这个 方才 刘天华说 有很多用毛派 要不太多 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尊重 我想 我听你的意见 你说的对的 我接受 这是一个大家进步的一个方式 我不赞成搞成一个对立 搞成一个冲突 这个对谁都没好处 尤其我反对使用暴力 国家之间我都反对使用暴力 老百姓之间我都反对使用暴力 暴力啊 是害人害己啊 这些都没有好处 宽容 是好的 那 一些不一样 尊重对方 首先你的尊重对方 这个 有一种愿意 就是你说的对 我愿意接受 好 甚至于我主动的向你学习 那这个社会就太好了 啊 大家愿意向一些不同的人学习 你只要说的对 我愿意改正 这个是一个好社会 我不要坚持我呢 你坚持我呢 我不然坚持 还要说服你 你想说服我 这个社会就很 和谐不起来了 好 这是我 我因为这本书啊 对 涉及到的面秦网的 我刚才讲了 人民利益 国家利益政治战利益 这篇文章是比较重要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像我想谈谈别的几个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在这本书里头提到一个 我在大概三四年以前 我说了一句话 我要为富人说话 为穷人做事 我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想法呢 我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想法呢 当时我觉得中国人 很少人为富人说话 大家都为求人说话 大家都为求人说话 为求人说话 很好 我会赞成 但是谁也不为富人说话 这个不正常 富人也有他的权利嘛 他的权利要得到认可 而且要受到保护 没有人为富人说话 这个不正常 另外一方面呢 为求人做事的少 为富人做事更多 因为你给富人做事 你能拿着报酬 他给你钱呢 你为求人做事 他没有钱 你白做了 所以为求人做事的少 为富人做事的多 为求人说话的多 为富人说话的少 我觉得这个不正常 我要 调整一下 要为富人说话 而且要为穷人做事 我这个话刚说出来 啊 遭到一大堆的 这个批评 甚至于骂 骂我 我就更觉得有为富人说话的必要 我还没说呢 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你就骂我了 那是不是富人就不再说话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就想起了我们解放以后 几十年 一直到改革开放 深属一直到现在 我们始终宣传了一种理论 就是富人是有罪的 富人是多学者 不但他们有罪 他们的小孩也不让他们上大学 因此改革以前那个几十年 把原来的富人都打倒了 对付资本家都打倒了 新产生的富人 行程是不了富人 没有富人 没有富人 你刚想一提 也告诉自负 老太太养个鸡下个蛋 把鸡蛋卖钱 那就是资本主义 你说怎么会有富人呢 过去的富人 替着资本家的小孩 不让他上大学 孙子连结婚度很困难 帝父转外优的 下一代了 四十岁接不了婚 找不到内乡 谁不跟他们在一起 这些人不能 不能上大学 不能参兵 不能入党 不能提干 这些人在那个体制的餐 一辈子是完没前途的 现在情况不一样 不参兵就不参兵 不提干 不入党没关系 我把我的财 现在比那个时候大不一样 但是在那个情况下 把你的生物全给断了 谁敢当住人 那个时候搞运动 什么运动 经济斗争 谁跟谁斗 无产经济斗资产经济 为什么要斗 资产经济是不训练 你不训练了我 我为什么穷 你不训练了我 所以我穷的仇恨 集中在你身上 于是就跑起阶级的斗争来 或者说 仇富的教育 维持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理论 默论 默论的理论 产生了这个阶级斗争 这个事儿如果说是不改变的话 中国永远是穷人过 谁也当不了仆人 幸亏正想平说了一句话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哎 有少数人先富起来 现在富的人越来越多了 当然我们还没有一个办法 相为穷人 这个事儿还在 相为富人我们是做得到的 我们感觉以前就是个没有富人的社会 而且全世界最穷的国家 中国是全世界最穷 最最最最最穷的国家 中国那个时候9亿人口 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 别的国家也有有穷的 再穷的国家也有几辆私人小汽车 中国连一辆都没有 而且 好几亿人是不忘犯 如果再度是五十年代出生的 五零后的人 也会可能会尝过挨饿的滋味 当然六零后七零后 这个情况少一点 还是也有 六零后七零后 也有人挨饿的 现在我们没有挨饿的 可以说没有 有几个人有可能 总体上讲 总体上讲说没有难过一个人 这个说 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呢 你不往后富人全面的穷人 这对穷人也不好啊 因为穷人你也想变富吗 是吧 你往后人都想变了 你自己也没有 也变不了富了 所以往后富人 不但对富人也有好处 对穷人也有好处 你有可能变成富人 你把富人打倒了 人家穷人怎么会变富啊 你永远是穷人了 人家过去的社会就是那样了 你想挨一点才就把你打了 老太太养的鸡都不行了 那是资本主义尾巴 现在我们的社会 最穷的人 也比过去强多了 我们现在说 这个社会整个问题大 不错 但是 现在最穷的人 跟改革以前最穷的人 比现在的条件好得多得多 感觉以前最穷的人就是吃不饱 你们没挨过热 不知道挨热的味道 我是挨过热的 挨热 不是说我今天肚子饿 赶紧吃饭 不是的 一天一天就吃不饱 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 你变了一个 变了一个野兽 没有理想 没有家庭 没有什么人事追求 什么都没有就想吃 人野兽都不如 野兽还有兴趣的 还要交配的 能来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想吃 我就尝过这个味道 不能吃这东西也想吃啊 饿到这个地步 树皮草根都吃了 我那时候就吃蚂蚱 飞跟蚂蚱 吃 我逮不到老鼠 逮不到麻雀 蚂蚱也逮不到 要逮到老鼠我就吃老鼠 逮到蛇我就吃蛇 就想吃这个人 那时候挨饿什么味道 大家不知道啊 我的祖宁又是饿死了 我去的时候 他那个爱人又饿死了 他两个女儿饿死一个女儿 就剩他自己的一个大女儿 四口人饿死两口 很惨啊 那个啊 这个我来饿这一辈子啊 现在我看到满桌子的好的菜 我就想起来饿的味道 一看冰箱里头好多好吃的东西 那个时候就没有啊 所以我就想 把剩余的食物或者摘花的时候吃 这也是经济学 把多余的东西变成稀缺 这样子就提高了 同样一个馒头 你在吃这么的饭 扔掉了 这个馒头 到了摘花的时候能救人的命啊 啊 我刚才讲到要为富人说话 还要为富人满身 我是不好意思说 我也从来不说 但是现在 前两天我在家里头 就是前天 一个人打电话到我家来烧了 骂 开口就骂 是吧 我就问他 你是干什么呢 好多样子这样骂 一开口就骂人 臭你骂 你该死 也没什么道理 我觉得这跟他变也没什么意思 是吧 我们好声好言好语 好言好语 你干什么呢 我们现在 生活特别困难 把什么什么加上来 其实我为求人做了很多事 我再都讲一点 我为了 为求人做事 我拉出了一百多万块钱 我办了一个保姆学校 十年了 两万三千人 从那个学校毕业找着工作 都是贫困地区的助理 我还办了一个小贷款 往前借给穷人 让他们能够搞生产 当然这些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很多人跟我一起做的 包括很多企业叫 这本政志强啊 潘思义啊 领川智 他们都给我出钱了 我一个人累了一百多万不够了 但他们的力量很强 他们为什么肯给我出钱呢 他知道我这更可靠 不会把他们的钱吓花了 我自己都出钱来做我 是吧 所以我一开口他钱就来了 我就用几千万的钱做了这些事 我自己的一百多万 我没多少钱 当然我现在比过去好多了 我能拿出一百多万来了 我还拿出好多的钱做别的事 我就对一个人 马钱又得有意义 我们只知道赚钱很难 其实你怎么花钱啊 这也是个学问 你怎么这个钱花得对自己有好处 对别人有好处 今天不谈这个事 我就觉得 未成人过世 我们中国人啊 跟美国人比较差得太远 我儿子在美国 他刚去的时候很穷了 现在他不穷了 那个时候他也捐钱 很穷的时候他也捐钱 因为邻居不捐 大家不捐 他也成了习惯了 就是美国的大量的钱 不是什么毕尔盖茲这些人出的 而是普通老百姓出的 百分之八九十的持战款 都是普通老百姓出的 我们中国情况不一样 中国现在就是普通老百姓不做持战 不是他不肯做 他没有一个渠道 现在做持战的都是什么 你说大企业家 而且他们做持战也有整种的问题 他们做持战也怕漏户 一漏户就是打到你不忍 所以还不能做算 那为何能做事 我们国家有低瘦的 有比较困难的人 为这些人 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从经济学来看 整个社会 从宏观来看 我们要解决分配的问题 怎么让基础 底层人士的收入能提高 这些不是说你发个善心就能解决了 但是市场有所想的 这个规律 我们绝对不要做买其道而行之 把买好的事把它做坏了 所以为穷人做事 有宏观的政治商业 你比如讲 这个设计算是CyT 一个最低工资标准 好不好 好像很好 大概都是 PME 提高一点工资吧 那不简单 因为你把这个教工 订得太低的话没有用 只是你看 November 你定コ Tre 结果 不怒光 不愿意用人 工资太高了 我用不起了 我用别的办法 用机械化的办法 用别的办法代替 结果就造成失业 所以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 到底是好是坏 这个其实是有争论的 这个例子说明 并不是说 你发善心 这个事就有点解决 出得很不达 这个经济问题 所以讲我们要 懂得 怎么改变 这个 收入分配 用什么方法改变它 这是经济人家 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里头有个问题 就是为婚人说话 有个问题说 婚人是剥削的 看起来好像对 因为打工的人比较穷 企业人比较富 因此就说 这个 资方 剥削了劳房 或者说 你给劳工付的工资 就是比他创造的财富少 多出这一块 是你能够支付的原因 也是你剥削了 剥削就是你支付的低 他创造的多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多付一点工资 就不是剥削了 对不对 嗯 你工资 工资再高呢 那变了工人剥削资本家 所以剥削的问题啊 实际上是一个工资 怎么定的问题 工资定低了 资方剥削劳房 工资定的合适了 谁也不剥削谁 工资定太高了 劳房剥削了资方 这个说法应该说是没问题 不合逻辑 不合科学吧 那我们就看看工资怎么定的 那是马克思的说法 工资是资方定的 劳房是没有权利的 因此他想剥削你 你只能被剥削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工资怎么定的 工资是市场决定的 工资就是一个价格的 我出卖王子的价格 而一切的价格 都有个决定的问题 红金的价格为什么掉了 实际的价格每天都在变 价格是怎么定的 价格是市场定的 所谓市场定就是供需嘛 供给高了 价格下降 现在房子为什么贵啊 供给不如 就那么点房子 需求挺高 大家不想买 把皇家抬上去 这很简单的道理 也是经济学习是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道理 价格是否定当 供需别定当 供应的后头 有好多好多的原因 需求的后头 好多好多原因 有几百个原因 但是 统统要通过供需 法式作用 一个原因增加了供给 价格就下降 工资怎么定的 工资也是供需决定的 工人多了 工资就下降 工人缺了 工资就上升 这个再简单也没有 最近这两年就是 劳工慌嘛 大家知道 工资就上来了 对不对 你想不去也不行啊 劳工光工资就涨了 你不涨就不行啊 你不涨就要跑别处去了 他有的是地方啊 我不在你这儿干 我到他那儿干 他出的工资就帮我就上那儿去了 所以这个博取理论的错误就在这儿 他认为这个工资啊 是资方定的 拿发毫无反抗的余地 实际工资水平是供需决定 如果按照不虚理论 那企业就不会倒闭 企业不赚钱 我们把工资压一点 多剥削一点 事实上不可能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经常去倒闭的 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三年 过了三年就倒了 平均寿命啊 当然也有同样多的企业新生 这个寿命的剥削理论完全不存在 剥削这个理论啊 非常的有欺骗性啊 而且他把一个对斗争的关系 你不说我就要斗你 我要侵犯你 企业就变了个战场了 打仗的地方了 连国家都变了战场了 这个理论我觉得太有害了 非常有害羞 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的老子关系 而不是一个对立的斗争的老子关系 我觉得我们受马克思的影响 这个社会啊 就是认为国家是存在的 认为国家总是被欺负的 所以我们的法律是倾向于帮助工人的 不是很公平的 这个劳动合同法 他就有这个书想 认为工人是没有权利的 因此劳动合同法 偏向于工人保护他的权利 而不是一个很公平的 是意识同德的一种法律 所以这个法律出来之后啊 对中国的 实际上他伤害了工人 因为劳房 资房不愿意用更多的人了 所以讲到就是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 我们不承认博削的理论 你说博削 博削是什么意思啊 是财富的转移 把你的东西转移变我的 我博削了你 不是财富的创造 但是你看 有剥削的地方 所谓的剥削 都是最负的地方 美国最负的国家 美国就是个 这么多国家 就是按马克思说 就是个剥削的国家 一个剥削国家 怎么会那么过 我们中国自己 改革以前没有剥削 改革以后有剥削了 改革以后 马上不起来了 你怎么写事啊 你只能说 剥削就是财富创造 实际上 雇佣关系 是个财富创造 但是这个雇佣关系 必须是双方 平准自愿 当然平等不平等 这个问题确实有争论 工人是单个人 资方是一个强势人 一个单个人工人 跟强势的资方在谈判的时候 个人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为了纠正这个不公平 全世界都允许工人组织工会 你是资方强势的 我是工人 我们组织工会 我可以更严格的 当然这里是一种理想 实际上的情况 工人组织工会以后 有的时候工会的力量很强 就剥削了资方 这时候就是有的 不是没有 最后资方是怎么样 我干不了 我关不算了 最后老房也没得到好处 把企业给关掉了 所以后来 美国的情况 现在有很大的变化 美国在三四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劳工的组织非常强 这个时候经济化的社导主买 到了二战以后 美国的劳工组织 它改变了态度 它采取跟资方合作的态度 这个解决劳资的结婚 这个不光在美国 在很多国家 都防止劳资的贵命 让他们和谐相复 中国的情况 因为受到瓦克斯的影响 我们到现在不否定瓦克斯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种 帮助工人维权的这种关系 我认为保护不仁 是跟保护穷人一样的重要 没有比如说 自保护穷人和保护不仁 当然 自保护不仁也不对 所以只有一个公平的保护 就是人权 所谓人权 就是人格人平革的权利 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内容 我们要不要给大家提问题的机会 要 要不先提个问题吧 先休息一下毛乐也清楚了 好不好 先放在毛乐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讲了这个沙国权利 这个人民的权利 国家的权利 领导的权利 然后再讲了这个 为公民办事 这两个主题 我们也可以提提问 越南战争 能够失落五万多人 能够到伊拉克 失落大概两千多人 美国打阿富汗 死了一千多人 死了那么多人 这不算多 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 伊拉克的老百姓 死了十几万人 所以我觉得美国要批评的地方 就是他 他在国内很讲人权 但是他在国际上 他可不讲人权 死了一个美国没有讲不起的事 死了伊拉克人 连报道都不忘了 他在国内人文平等 在国际上没有个平等 所以这种事 我们要强烈的批评 当然美国现在也挺困难 美国现在奥巴马 他要撤军了 阿富汗要撤军 伊拉克已经撤了 现在主要是阿富汗的 这一两年里头 可不撤回来 这个 我觉得奥巴马这条路线 我比较赞成 就是 你不能在国外出评 美国应该 美国最大的错误 就是冷战结束的时候 反正我说都会冷战 冷战结束的时候 全世界就是他最厉害的 而苏联已经垮台了 他那个时候应该带头裁军 这时候全世界军被他下来了 可是美国就没有带头裁军 而且他还带头研究更厉害的武器 这美国这个很糟糕的一点 美国不是一个理想的国家 他有好多政策上的错误 但是应该说 比我们在国内人权方面 比我们是强的 这我们要向他学习 但是他那个霸权 我是非常满感的 我也感觉我们也不要这些法权 我们中国人也不要这些法权 这个没有意义的 我们批评美国 我们也要批评自己 任何发行思想要不成 平等 我讲了一篇文章 我说 要把温良攻减让 引到国际关系里头 温良攻减让 就是人人相处 要温和 公共净净 温良 良就是一个良好的愿法 公共净净 要让目 不要这些火候 你先走 提示尊重 但是这个温良攻减让的关系 现在只是人对人 我们应该把它领併 国际关系 但是国际关系 从来没有过温良攻减 这些人啊 诸位到外国去 外国人一天到晚说 excuse me 对不起 警员面 excuse me 警员面 咱们的外交文件里头有这句话吗 从来没有说警员面 所以人跟人的关系很好 而国家和国家的关系 对港国那么僵 我们应该把人跟人的关系 划划放到国家关系里头去 我们要求外交文件里头的说 请你原谅 请你原谅我 我乱句话说错了 我们的外交官 没有这个想法 从来都说 国家利益至上 我能占点便宜就是好的 而从来不想 这个 怎么维护一个 对百姓有好处的一个国际关系 这一点 这位先生提的问题 我觉得提的是很好的 我说明一下我这些问题 一些看法 好 还有啊 很感谢毛老今天来到这里 然后我们也知道毛老曾经在长沙的史下读过书 也跟上沙的波有冤云 然后 那个毛老曾经就是办 举办的那个天泽经济研究所啊 也是金银混岁 然后也是一个潮沙人 十几年前在天泽研究所作为一个演讲 亚太凯先生做的一个关于后发烈士的演讲 后发烈士 后发烈士的演讲 这个后发烈士的演讲 您就包括他的一些文章 曾经跟林玉夫先生 产生了一场世纪论战 然后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然后 然后杨海先生也刻然尝试了 然后我想请问您对后发烈士和后发烈士的一个看法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本身是一个铁路人 我现在是在广体地方工作 然后我们知道毛老师是跟毛以珊先生有一定的渊源 然后毛老师也曾经在铁路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想请问毛老师对中国铁路改革的一个看法 中国铁路 中国铁路 中国铁路啊 好 谢谢 好的 这个后发优势和后发烈士 后发优势这是很好的理论 大家都知道 杨小凯提出的后发烈士 这个很叫人吃惊 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后发有优势不错 你利用的后发优势你赶上去了 然后经济上 技术上 你都可以学那些这个先进国家的 但是你的政治制度上还是很落后 结果就变了一个后发烈士 结果就变了一个后发烈士 你在经济上赶上去了 但是你在政治制度上 人权保障上落后 又变了一个后发烈士 这个历史很难克服 因为经济上很成功 你觉得我走对了 我不需要改了 他说是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讲这一点相当的有道路 我们国家现在可能就存在两个问题 就是 一方面我们的改革非常成功 我说了一句话 雅片战争1840年 再次以前 中国不面向世界 世界跟中国可有可无无所谓 第一次雅片战争以后 中国面向世界 英国人打进来了 第一次雅片战争 第二次雅片战争 把原本元给烧了 这个 贤富国际逃到了陈德 到八国联军 慈禧太后逃到了西安 做不住了 中国特别的对外开放 从1840到现在 173年 大数就算180年吧 180年 可以分成630年 36108 这个630年 只有最近这个30年 就是改革以后 1978到现在33年 35年 这个35年 中国老百姓啊 享受了和平和宛容 过去150年 没有 总是打仗 不打仗就是自己斗 没有安安国本 当然我这个说法 严格的讲也不会完全对 因为我们确实 这个过去30多年 打过越南 这个战争死了 可能有10万人 就中国人加上越南人 冰队 冰队上和老百姓 大概有接近10万人 我们还有个天安文世界 政府开枪上了老百姓 大概有几百 不到一千人 那这两件事啊 没有对30年的总体上有太大影响 过去就过去了 这个30年的特征 我们就是 比较和平 没有大规模的侵犯人权 特别的有 把赌汪汪死了 对方拍出手抓进去 过来的人死了 这样的事还不少 但是加起来 也不过一两千往下起来 两三千也 规模不太大 有三千 强制三千 等等 这些事 并没有妨碍中国 变成一个白容的国家 总体上是和平的 没有跟外国打起来来 过去 从180年到今改革开始了 中国没有享受和平啊 这个三十年享受到 而且 经济非常的好 我相信战购的诸位 大多数 都得到了三十年改革的好处 我相信你们 自行改善的吧 买的车的吧 这个在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三十年以前 谁想要买个汽车 把小孩买的脚踏车 很有可能 自己买个脚踏车还会定 做过都不敢想 现在都变成现实了 所以这个三十年确实了不起的成功 我觉得没有理由否定这个三十年 有些人 如果说现在很多人过去了 我说这个话呢 太不得那么实实了 现在肯定别过去 比过去改革以后 改革以前解放以后三十年要好得多得多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呢 贪腐化 贫富差距 环境破坏 这个特权 企业困难 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 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有人权问题 就是说 人家人的权利是平等的 你不能有些人有特权 其他人就没有人权 啊 温西兰在重庆是有特权的 你上法院去告他 那一点用事都没有的 他从大连到沈阳到中央到我重庆 不断有人告他 没用 他是政治旅游委员 你告也没用 拿不他下来了 最后 这个王立军往着韦国领事馆去了 这时候盖不住了 把他拉下来了 不是中国人把他拉下来的 是美国人把他拉下来的 拉下来之后才发现 他的重庆搞的事 严刑搞的 被供训这个 没收别人的财产 用打黑的 用黑打的方法来打黑 重庆的老百姓 没有人权保护的 当然他也不会侵犯你了 但是一旦他看上你了 你是个企业家 你有很多的钱 他看上你 他就把你抓了 说你是黑 黑社会 你不承认党 严刑搞了 这些事现在才揭露出来了 所以重庆的人啊 是没有人权保护的 我知道重庆的人很拥护摩西来啊 这也是事实 重庆的人自然在摩西来的时候是很好的 而且重庆的人得当了很多恩惠 盖房子 住了房子有改善啊等等 但是你有一条 但是你有一条 你没有人权保护 说把你抓你就抓了 你到哪里去告账也没有 你告不到护西来 这就是我们的大问题 护西来当然很特殊了 中国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没那么严格 但是不手法 你搞不掉他 这件事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根本问题啊 就是台湾国家贫图 杀的真正 最根本的问题 是个人权问题 就是主张政权 但是美国就做到这一点了 你总统也没有政权了 总统办法 一定要自己毫不客气的 我们这个 你当了神部级干部 你就有了特权了 你当了中央政治的一个委员 那根本就无不动你 你写一百部信告状也没用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要严格的执法 严格的法治社会 没有任何人可以 逃脱法律的管制 但是这一点还是很对劲 我觉得 还很难 中国这个 从国以来就是个特权社会 也不是共产党 来了以后才这样 黄帝你能告他吗 你怎么 你怎么告黄帝还两天呢 作为这个特权社会 到现在这个特权不但没减少 而且还越来越厉害了 所以不管是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我觉得 保护人员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有个问题啊 这位叫米克 他讲了一个问题 他说火切私自论 好 这个我在前路 前路改革的问题 是吧 我在前路干了三十五年 我被经济学家三十年 所以去办一办 我在前路的时候呢 我在做技术工作 我是一个研究 一个工程师 研究员的工程师 到最后这个一段 我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 我就发现铁路上的制度性的问题 但是 从那时候就提出 铁路要自不改革 但是到现在没改动 他表现为首的地方呢 就是他不是个企业 因此他不是利润极大化 因此他有东西他不在乎 一个企业要赚钱 你占有很多约束 你在那个市场的约束之下 你来运动 而铁道部 不太受市场的约束 你看他 这么大的股债 切了几万亿笔帐 他不在乎 因为没有人对此负责 去顾到路上下台换的人 没受水股的人 所以铁道部的改革啊 我觉得那是很难 这个情况啊也不光是中国 在美国、日本、英国都有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日本这个不在乎国钱 日本是铁路是国有的 跟中国一样 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铁路都是私人的 日本的铁路本来都是国有的 后来他们搞的私有化 把这个国铁啊 变成私人所有 结果好不好呢 结果并不太好 效率也没提高 大家知道 日本有高钱吗 日本的高钱到现在还赔钱 不赚钱 你搞了五十年了 日本的高铁是六十年在修的 现在五十年了 五十年你还赔钱 这个事我也搞不明白 他为什么 允许他长期赔钱 那么中国的铁路也是这样的问题 现在高铁也是赔钱的 能不能够钱 那很难说 现在已经 天津到北京的高铁已经五年了 还赔着呢 南京到上海的高铁 那是最有希望赚钱的 也没赚 所以这个全部的改革问题 我后来离开铁路以后 我对他 不是太 没有很好研究过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他是一个 你比如说 我在这买票 我到网州去 做了一段 是长沙管的 另一段是网州管的 你看 收入在这儿 成本在那儿 它怎么核算 非常的够长 哇 货运也是一样 我这儿装一车货 运到那个地方去 跨过好几个铁路局 这里的成本怎么算 都是非常麻烦的事 所以铁路局的改革 我不是抱很好的 很乐观 我说不了太多了 从资源经济的角度看 钓鱼岛意味着不仅仅是一个岛 而是一大片海洋 矿墙制约红兔 战略地位重要的领海 就此而言 与日本开战四种必要 无关民主尊严 仅论经济与发展战略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性的问题 不是说尊严的问题 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如果讲利益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就好解决了 国际关系有两种 一种是利益问题 一种是尊严问题 领土问题 总权问题 这两种性质完全不一样 利益问题可以由双眼界 你好我也好 可以的 但是尊严问题 领土问题 主权问题 没有双眼界 教育党是你这就不是我的 这个 主权领土尊严 是你那边知道 我那边知道 这都没有双眼 利益我就输 所以教育党现在变了一个 领土主权问题 这就没有双眼界 你找不到一个办法 他也满意 我也满意 没有 但是 如果讲 资源 它底底下有好东西 那可以双盈啊 那怎么办呢 日本的政治家要退出 中国的政治家也退出 让两边的企业家去谈 保证你谈成功 为什么 你谈不成功谁也没好处 底下有好东西啊 能把它谈成了你也好我也好 这是从原则上讲 而具体做起来有很多问题 是吧 但原则上讲就是 你谈不成谁也没好处 你谈成了多少个也好处 整个风配好处 这个社区要讨论 我举个例子 大陆和台湾的问题 大陆和台湾要三通 通油 通 通 这个 油灯 通货 还有通什么 这个两个地方谈了多少年谈不了 后来怎么办 政府退出了 企业家去谈了 航空公司谈 马亨就谈起了 你不要谈主题问题 你谈主题问题 那就 那就不谈了 大陆和台湾 你代表谁 这个问题就不好 他说我代表中华民国 这就不好办了 我们说你只代表台湾省 你一谈主题问题就谈不了 但是 要变成一个经济问题 是好谈的 我有一个理论 由于全球经济的疫情化 有一个全球的市场 真正资源的战争 不可能发生 我举个例子 石油 这种资源要很欺缺 中国要进口石油 日本进口石油 美国进口石油 好多国家进口石油 而石油很缺 那会不会打 不会打的 你尽管石油很缺 大家都要 也不会打的 从来没听说 中国和日本和美国 因为石油要打仗 没那个事 别人会打 这个事打不起来 为什么呢 你花钱买嘛 如果这句话承论 这句话从道理上讲 是对的 因为你为了真正资源 发动战争 花钱死人 你何必不买呢 你说我没钱买 没钱买 你有钱打账 所以我就是从道理上讲 有大可能 争夺制约 大平战 争夺制约 这种问题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些政治家 就是有可能 发动战争的政治家 他必须是个理性思考问题 他能够比较 我得到这个资源 打仗好 还是购买好 因为柔鱼柔市场 很多 不能双赢的问题 能够双赢解 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说 人跟人的关系 由于有市场 它彻底改变了 我本来今天有一个 有一张幻灯片 把它讲一讲吧 就是从 人口数 从全世界的人口 你看 从公元元年开始 到公元一千八百年 这个一千八百年 人口增加了多少呢 2亿增加到十个亿 增加了这个 八个亿人口 一千八百年 增加了八个亿 一千八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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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八零零到现在二零一三 二五多年 人口增加了多少 从十个亿 从十个亿增加到七十个亿 增加了六十个亿 二百年增加了六十个亿 一千八百年 增加了八个亿 你们看看这个说明那是不问题 一千八百年增加八个亿 二百年增加了六十个亿 人口 就是很硬的数字 没什么好加的 再看人的寿命 公元元年的时候 人的寿命是二十四岁 一千八百年 长了两岁 二十六岁 现在多少岁 现在就是八岁 长了四十多岁 人口过去 基本上是一条水平线 现在突然上升了 社会也是一条水平线 现在突然上升了 什么原因 在这个过去的二百年里头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们这代人 也是这个巨大变化中的一个特例 这个变化怎么造成的呢 有人说是科技的发明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 是市场制度的鉴定 由于有市场 它称体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 一个人追求享受 在有市场以前 是靠获得权力 皇帝的权力最大 它的享受最多 一平大官 享受其次 老百姓没有权力 就没有享受 所以你想得到权力 得到享受 你必须获取权力 你当皇帝去 当一平大官去 否则你就是没有得到享受 而皇帝只有一平大官也就这么几个 或者说权力有排差性 我当了皇帝你就不能当了 因此 人们或者享受的一个 这个人际关系 就是变成斗争了 我把你拉下台 我当皇帝 我知道享受 我把那个大一平大官搞料 我来当官 所以人的聪明才智 都用在互相斗争 我把你皇帝挖掉 我当皇帝 中国这个几千年就这么做 不管是管皇帝吧 外国有上游 我说 市场经济以后 我总不得到享受 我赚钱得到享受 我赚钱是没有排差性 不但没有排差性 赚钱是互无性 一个人赚不几钱了 两个人才能赚钱 交换才能赚钱 所以这种关系啊 人是聪明才智 不用了 互相斗了 用了我怎么赚钱 赚钱有各种方法 这个 我腾气巨蜜也能赚 我长厨办面也能赚钱 我改上企业管理也能赚钱 我帮你创造也能赚钱 好多的办法赚钱 反正赚了钱我就没享受 因此这个社会啊 变成了一个创造财富的手组 科学技术它要靠市场才能够发展啊 我们现在用数码相机 再也不用财色教员啊 这是新的技术取代了老的技术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市场的了 数码相机又便宜又好 又方便 那就把财色教员给淘汰了 我们的计算机 每年做的能新 什么原因 因为市场好像推动了 你不真心你就落后 你就被群家取代 你就赚不了钱 你想要赚钱 你必须改善你的计算机 所以我们计算机 现在确实太了不起了 这么一个小东西 能够放多少个机的这个信息量 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是市场的作用 一切进步 科技技术的进步 必须能够商业化 能够断钱 这个东西才能推广 而且它自动就推广了 所以科技进步 照顾人类的前提是有一个市场 所以改革 从人类的发展来看 就是从权力改革变成市场 市场是一个制造财富的一个制度 它能够制造出财富的 所以最近的200年 最近的200年 由于财富的增加 人口繁殖了 受为延长 我们知道 那个马尔沙市人口 说是那个粮食的增产 赶不上人口的增产 粮食增产是乱数极数 人口增长是几何极数 所以人不可能增加 你没东西吃 就东西土地 但是大家想想 公元1800年以后 土地没增加还那么多 整个人口增加的 是从10个亿增加到70亿 增加到60个亿 523市那个米都已经不存在 现在粮食多的是 一点不缺 现在我们吃的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饱 也更好 不然吃粮食 还吃枝鸭鱼肉 还喝牛奶吃水果 粮食不是问题 什么原因啊 就是科技的发展 资源的配置 资源配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改革以后 就讲粮食问题 改革以后的人口 从9.6个亿增加到13.4个亿 增加了40% 我们种粮食的土地 减少了9% 我们种粮食的农民 减少了至少一半 农村有一半就进去打工了 一半劳动力也就打工了 土地减了9% 劳动力减了一半 粮食呢 没减少 粮食增产了87% 这几个数目都从土地连接上找到 你会想想看 种粮食要土地要劳动吗 你现在土地也少了 这个劳动力也少了 这个劳动力 怎么粮食要扔了87%呢 这就是经济权的党 就是它是改善了制约配置 过去的重量的土地 跟劳动用的非常的没有效果 改革以后 效率激发了 土地的浪费减少了 人民的浪费 劳动力的浪费减少了 减少的浪费是很减少的 有个曹慧宁的 你放在微博 请删掉好吧 曹慧宁是哪位 曹慧宁 曹慧宁是吧 曹慧宁 曹慧宁啊 要不这样 嗯 你等一下 不要有 我看到这个地方的信息 请大家不用发微博 结束他就发微博 我看你们谁会这么忙的事 曹慧宁说了这个 市场啊 甚至改变了人类的化 粮食也不受限制了 人口增加了 社会延长了 与战争 政府自然没有战争 没有了 但是战争还有 什么战争的 不是政府之类 而是意识形态的不一样 你看现在全世界 战争的危险 存在在什么地方 啊 北朝鲜 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美国 这都 当然现在看倒不起来 但是 不断地有冲突嘛 好 相反呢 我们看美国和英国 也有冲突 会不会打算啊 绝对不会打算 美国和英国 绝对不会打算 英国和华国和德国 会不会打算 看起来也不大会打 现在有欧盟嘛 是吧 所以八大国家之间 不大可能打算 这里有可能打算呢 就是 想法不一样 不是征服之类 而是意识形态 我们是共同形态 找让步 你的意识形态上 不让步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打算 现在没有别的原因 比如说领土问题 为什么发展国家之间 美国和英国 它没有领土问题 过去有些都没有了 好是 中国和日本 台湾和日本也有领土问题吧 为什么台湾和日本打不起来啊 中国和日本有领土问题 就是能打起来 还是因为意识形态不一样 你说台湾和日本会不会打 不会打 台湾和美国会不会打 不会打 但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美国都说的 我觉得很难说 还是这个比较 就看出来 世界和平的一个 当然我们要裁军 但是 真正的问题 还是在意识形态上 在各方面 最准强的 宽容 当协商 当彼此争动 把一个国际社会的关系 变成一个比较 勇强的关系 差不多了吧 现在还有 可以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谢老师先回答一个问题 先把老师讲 这个问题就回答 这个你不咋 不咋 是 市场产生的商人 商人造成的商会 目前商会定位 成为市场经济的组织者 公民集会的建设者 民主政治的推动者 请问福报老 以至于市场 推动民主政治 比组织者 给到我们什么指导性的意见 这是指的商会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商会 是许许多多的 民间组织中的一种 整个人讲 社会 有政府 有企业 有老百姓 三个部分 现在增加了一个第四个部分 就是非政府组织 包括商会 它又不是企业 也不是消费者 也不是政府 是有第四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 就是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 做了很多 社会需要 但是政府做不好的事 比如说 迟战 做迟战 然后这会 救灾了这些 不是 救灾还是政府 应该做 慈善工作 政府没有民间做得好 所以需要民间去做慈善工作 在美国的政府是不做慈善 美国的慈善完全是民间做 政府只管社会保障 而慈善工作 是由民间来做 所以我认为这个商会 起到一个民间组织的作用 它 为政府做了一些社会有需要的事 而政府本身做不好 或者不会做 现在由民间组织 包括商会来做 李治利说的很对 它是组织商业的活动 沟通信息 推动民主政治保护权力 这个公司商会需要做的事 很强 谢谢 好 我们先 谢谢毛老 毛老今天 特别对我们这一次 给亚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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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老 毛老今天 特别对我们这一次 对亚哥